其實在七年前 其實香港所餘的真真正正有特色的文具店 都已經沒有了 文具銀行其實令我到今時今刻 最驚訝的是什麼呢 沒有一天真的沒試過 沒有人捐文具 通過文具銀行 看到其實整個經濟的改變 疫情期間 政治的生態改變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 My Business Focus 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還有下載 App 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財金經濟資訊 以前畫的一幅插圖 好像有一些我們叫做缺陷 但其實這些小小的缺陷不完美 反而變成了那種產品的一種人性化的東西 是這個只有百多呎的空間 擺滿了收藏家Willy的文具藏品 能夠被Willy納入收藏 條件就是要救救 放得在這裡的全部都沒有barcode 沒有barcode代表什麼呢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七八十年代前的所有產物 當科技發達前的物品 的設計包裝所有東西在這裡能夠去感受 你就會看到它的uniness 就是獨特性 香港其實現在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喜歡找回舊的物件呢 正正因為我們科技發達得太快 那種人性化缺失了 由1985年開始收集玩具、文具、教科書等等 和兒童生活有關的物品 Willy形容 文具只是它這麼多藏品裡最小的一個系列 說就說最小 但數量多到連Willy都數不到 我想幾十萬件就走不掉了 都數都數不到現在已經 只是原筆 我已經可以多個大阪的原筆博物館了 我已經很肯定這件事 其他我就都不敢數了 基本上我入到文具店 我只會知道它是舊的 我就會買 就是你買一箱釘書機的釘 在那千多元一盒 那我還要不是買一箱 可能我只是買釘書機釘 我買了幾萬元回來 有些盒子你會看到都舊的 其實我拿回來的時候 是黑色的那種釘 鋪了三十年的黑色釘 我設置這裡的時候 我每一件文具都在外面花園 全部每一件 抹一次 清潔消毒一次 才是進來設置的 我用了一個月時間去抹 這裡每一件物件 最有趣的就是 在香港這麼小的百多尺空間 可以吸引這麼多的人 有些已經退休 做香港文具品牌的老伯伯 特地在他的產品上幫我簽名 然後他的後代說他的故事給我聽 日本人是很明顯的 因為日本人本身 正如同時 他本身對整個文具文化 文具工業 文具歷史是很尊重的 任何日本人來到這裡 他覺得是一個很驚喜 他說他連日本也沒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他沒有想過香港可以 為了保存香港文具文化 Willie出錢又出力 他還設置了文具銀行 接受市民和企業的捐贈 文具銀行其實令我到今時今刻 最驚喜的是甚麼 沒有一天 真的沒有試過 沒有人捐文具 我一開始都會想 捐捐一下應該都不會捐 我應該可以有空一點 怎知現在越來越忙 原來文具銀行是可以通過收物資 能夠觀察到很多很多 我們香港的變遷 這個是無謂的 2016到2019年 我們看到其實是企業的大千載 香港經濟開始改變 一些大的國際公司 開始遠離甲級寫字樓 就是由中環搬上金鐘 這是第一個千載 去到2018年2019年 那次是最嚴重的 那時候我看到這些大的國際公司 基本上就是由金鐘一落就已經落 質如蔥 甚至乎有些已經入磨了坑 其實是租金的Rate 你會看到其實他們已經頂不住 在金鐘PP仍然可以有四層那些 一落質如蔥 其實已經只剩一層 你想想它要清出來的材料是多少 是多到一輛車 即是一輛大的麥斗火車 疫情我就看到很多小公司結業 小公司就是去年年中到年底的時候 是最嚴重的 不停inbox我們公司結業了 不單止看著經濟環境轉差 Willie還見證著香港文具行業的逐漸衰落 其實在七年前 香港所餘的真真正正有特色的文具店 都已經沒有了 香港… 因為現在他們新的世代 因為卡通角色而去買文具 而不是因為知道這件文具的好處 而去買那件文具 這個我覺得是可惜的